另一方面,亦要減少標籤效應 標籤貿易有時有很多東西 例如剛才說的食藥標籤 又或者這些專注力 過度活躍對小朋友的標籤 其實要內心地講解給小朋友 甚至有時標籤未必是來自外界 有時可能是來自父母 所以減少一些負面的說話 例如不斷責怪小朋友頑皮或懶 這些負面的形容 其實有時都會幾傷小朋友的心 所以希望多一點讚賞 尤其是如果小朋友在食藥後 有甚麼進步 如果令小朋友知道這些藥物 其實是幫到他的 甚至這些專注力或過度活躍 其實不是小朋友有心想這樣做 而亦都有方法可以改善 小朋友就會減少自己的標籤 希望將來成長的時間 不會經過在學業期間的挫折 影響將來成長